这部漫画因为太穷差点被作者放弃 最后居然是靠着汉画祖大佬打钱救济的活了下来 作者为了回报让漫画里的神讲到中文 静雯的舅舅被卡车撞飞成了植物人 昏迷了整整17年后苏醒 居然说自己穿越到了异世界 还要给他看自己在异世界生存过的证据 然后对着桌边的水杯胡言乱语 静雯只觉得舅舅脑子不正常 他们家因为当场争吵舅舅的归食问题早就四分五裂了 他现在也经济困难 于是打算放弃让舅舅自力更生 却没省的下一秒 桌上的水杯凭空漂浮了起来 静雯当场惊掉下巴 见舅舅就能还能顶火 于是马上收回千言当做无始发生 舅舅上来的第一句话 就是问现在的主机战争怎么样了 世家赢了吗 静雯一脸为难 世家早就退出业界了 如今的主机被索尼和任天堂评分 听到这个消息 舅舅如遭雷击 痛苦到给自己使用记忆消除的魔法 舅舅把自己的小本本递给定雯 上面记载了自己在异世界的痛苦经历 静雯只看了一眼 当场崩溃到T4横流 请求舅舅马上消除掉自己的记忆 没想到事家的事 对舅舅居然是这种痛苦 一周之后舅舅出院了 静雯脑袋一转 决定要用舅舅的能力赚钱养家 于是将舅舅使用魔法的视频上传的油管 赚了不少广告费 把舅舅接到了自己合租的家 昏迷了17年 舅舅和飞速发展的社会完全脱节 合租招募同伴一起生活吗 静雯好奇舅舅的异世界的同伴 但舅舅说自己没有同伴 异世界的人长得都非常好 容貌又端正 他因为长得太丑了 刚穿越的第一天就被当成兽人狩猎 不仅如此 还遇到了那种特别具有攻击性的人 每天都要支持他故意找茬 不管做什么都要否定他 人格痛骂他 一听到这个 舅舅的难受的眉头紧锁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也是 明明是自己从魔物手中救下了茬 对方不仅完全不领情 还说什么没人求着你来救我 才不是因为你才出手的 和你这样的兽人在一起不吐的 就只有我了 总是说一些挖苦嘲讽的话 后来他就把人甩掉逃走了 听了半天的禁闻 终于反应过来 什么特别有攻击性 这不就是傲娇吗 从而言之 从异世界过来的舅舅 开始了对网络这个新异世界的争承 而且对网络用语和黑子 完全没有抵抗力 舅舅对触摸屏完全不懂 看上了网上拍卖的 螺旋按键2G手机 没办法 技术在不断革新 说起这个 舅舅想起了自己呆一世界 也做过一次革新 他在一个饱兽旱灾的村子里 做了一个自动铲水的活 解说太麻烦 舅舅直接把脑子里的记忆投影不放 他利用符咒和现代科学 完成了这一项壮举 结果因为触犯了宗教禁忌 被村民当作异端掉下来要处心 那个时候傲娇妹子冲下来想救她 他马上砍断绳子扭头就跑 没看到妹子正脸 静闻气的垂桌 舅舅以为是第一视角不方便 于是转动屏幕转换视角 只能说舅舅怪不得会被当成兽人 被丢下道交妹子气得握拳 扭头看到正脸 静闻惊呆了 这是哪里来的超级美女 舅舅为什么这么直男 电脑上突然想起了拍卖提示 手机的拍卖截止时间不到一分钟 舅舅着急的想要投标 静闻急忙问他有没有查运费 然而已经来不及了 舅舅手艺滑拍卖成功 手机1500 运费2000 除非面脚强的免除运费 舅舅失落不已 打开阳台登场跳楼 静闻吓坏了 冲住就在发现 舅舅直接用魔法飞出超音速 30分钟后 手机成功取回 就这样 舅舅学获了免运费的成交能力 静闻跟着舅舅耍刀开箱 接到一看 我去屠龙刀 没错 舅舅还会使用收纳魔法 他从异世界带回了很多东西 什么圣剑戒指 然而异世界的宝物 现在无法衡量 甲子连成了戒指 拿去当铺 只值50日元 说起戒指 静闻开始八卦起舅舅的恋爱话题 说起自己的初恋 舅舅满是怀念 当然全都是游戏里的角色 静闻问起异世界的女孩子 舅舅再次给他投屏看戏 他从怪物手中救出了一对姐弟 但姐姐和两个弟弟 看到他的样子之后 瞬间变脸 姐姐笑着和弟弟们告别 视死如归的将手交到他的手里 他就从这怪物手里救下了女孩 不过之后 就被哥布林偷袭掉下了悬崖 看着画面里 两个弟弟面色阴险的偷偷绕后 静闻似乎发现了什么不得了的事 舅舅掉下悬崖的生死关头 幸好被制成的傲娇美女救了 还有他一生做牛做马补偿 为了还人情 舅舅拿出了珍贵的戒指 单膝跪地送给美女 傲娇美女惊慌失措 却并没有拒绝 屏幕外的静闻 已经完全丧失了语言能力 舅舅居然在不以为然的做这种事 即使在异世界 送人戒指也不是这么简单的吧 而且看美女的表情 不会真的当真了吧 但他没想到 舅舅完全是凭实力单身的 他并没有把戒指送出去 而是拿去卖了一大笔钱送给了美女 美女眼中的高光渐渐消失 舅舅得出决论 戒指的异世界还是挺有用的 不过现在没什么用就对了 舅舅让静闻把刀放回胸口的储物空间 于是两人现场表演了一把胸口插刀 舅舅获得新的灵感 新片获得200万播放